大家好,我们一直干到第十季的形式走肉竟然又更新了 据说这一季将是整个系列的大结局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坑都填上了吗 在第十季结尾的时候 经历风风雨雨的马基回归亚历山大社区 而尼根则仍然在顽强的洗白 至于其他小伙伴则干掉了低语者大军 成功水了几局剧情后和马基会合 由于社区人口骤增,食物压力巨大 马基与弩哥便带上社区众精英出来寻找食物 在抵达了一处沦陷的军事基地后 他们发现里面遍地丧尸 不过好在丧尸都在休眠 众人商议,由马基带着体中较轻的女队员 滑下调索搜寻物资 而弩哥和其他人则在屋顶负责掩护和搬运物资 行动一开始很顺利 身经百战的马基等人很快找到很多军粮 弩哥等人调运物资也有条不紊 谁知意外突然发生 调运的绳索因食物过重崩断 多亏弩哥反应神速抓住了断开的绳索 可剧烈的拉扯让他的旧伤口崩裂出血 滴下的鲜血还偏偏滴在休眠丧尸的脑门上 随着恐怖的滴营 基地所有丧尸苏醒过来准备开饭 虽然形势危急 但众人经历过太多九死一生的状况 没有一人陷入慌乱 反而立刻开始一边杀丧尸一边运物资 龙套丧尸们或许是饿了太久 一个个都跟裹脚的老太太一般行动迟缓 幸存者们掏出弓箭 捡起地上的枪支 一扫就是一大片敌人 当然他们也没忘了来这里的具体目的 在抵挡丧尸的同时 也没忘了往背包里装基地里的军粮 装的差不多了 众人开始战略撤退 而经验丰富的卡玛仍然难舍最后一地 掩护完众人跑路又跑回去装军粮 这时候丧尸们已经围了过来 眼瞅着卡玛就要被丧尸推倒 站在高处的努哥 立马给大家展示了一波飞刀绝技 成功帮助卡玛清理丧尸 让卡玛从容抓住最后的吊声 完美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当然投桃报李 卡玛在撤退的时候 也没忘记把努哥的飞刀拿回来 这股子从容劲也就在他身上能看得见 随后带着搜集到的物资 顺利回归亚历山大营地 可没等他们为行动成功而庆贺 物资管理者就报告了一个坏消息 由于上次的大战吸引了大量失群 周围几个社区的幸存者只能投奔过来 为了不引起恐慌 营地对外宣称食物足够 可真实情况是 食物储量只够所有人一周消耗 这还算上了他们刚刚带回的军粮 众人知道 这是有关所有人生死存亡的问题 于是纷纷出谋划策 有人提议多派人出去搜集物资 可周围的地方早就被反复搜刮 而且新加入的人大多瘦弱不堪 也没有装备武器 出外恐怕不是找食物 而是给狮群送外卖 有人提议打猎吃肉 可动物们都被地狱者的狮群大军给吓跑 努哥建议直接探索新区域 但风险和回报明显不成正比 只能作为最后的办法 这时 一只沉默的马鸡给出了解决方案 那就是夺回它被收割者攻占的旧营地 因为那里食物和水都很充足 大家知道收割者战斗力很强 尤其擅长夜袭 不过数量较少 齐心协力的话 说不定能成功 况且不解决食物危机 待在营地也不过多活一周 于是经过投票 众人决定采纳马鸡的意见 组织精锐队伍反攻他的旧营地 这次行动 马鸡带上了熟知城市地形的尼根 谁知出发没多久 一行人就遭遇暴风雨 冒险前行很可能一头扎进狮群重围 尼根提议 等雨势稍小再继续前进 可没人听取他的意见 随后因为雨势太大 众人不得不下到地铁隧道赶路 尼根注意到墙上的水线痕迹 提醒大家隧道一定经常被水淹 此时外面还在下暴雨 继续待在隧道会很危险 但依然没人证实他的提议 所有人闷着头 在怪想不断的黑暗隧道中赶路 另一边 尤金和尤妹子及国王公主等四人 被联盟组织抓住 经历车厢运送后 他们到了一个新地方 那么尤金一行人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 这就要提一下上一集中 尤金的网恋对象史蒂芬妮 本来两人约着线下见个面 谁承想却遭遇埋伏成了俘虏 在这里有两个自称审查员的人 对他们分别问话 问题包括学历履历 以及健康等各种古怪问题 而且是反复询问 四人半真半假地回答问题 并不约而同地 隐瞒了亚历山大社区的事情 等这段漫长的古怪问话告一段落后 四人被关在一个牢笼里休息 他们交换各自被审问的经历 觉得审查员非常在意他们的病史 所以最好尽快逃出去 但厌无冒险的尤金不这么想 他认为所有社区收留幸存者时 都会盘根问底 就像之前的亚历山大社区一样 因此应该说实话获取信任 这一点遭到另外三人一致反对 随后外相的公主 向隔壁关押的一对男女 打听情况 得知对方居然被关九个月 还一直重复地审查那些问题 正打听间 另一个隔间的小伙子 被联盟组织的士兵抓走审查 即使是尤金也意识到情况不对 同意随众人尽早逃跑 于是四人开始小声商量逃跑计划 在其他三人还没有头绪的时候 脑回路惊奇的公主 突然说出刚听到的八卦 原来这里有一对男女守卫 会在当班时偷情 届时牢笼之外无人看管 其他三人一听 立刻意识到机会难得 再观察了情况 确如公主所说 他们便利用这个漏洞 逃出牢笼 并袭击了那对偷情的守卫 之后由尤金和尤妹子 换上两套守卫服 假装押送国王和公主去重处理 在他们混过其他守卫 即将逃出升天时 尤妹子突然注意到 路过的照片墙上 有弟弟寻找自己的流言 这意味着他的弟弟还活着 并且很可能就在这里 他当即决定留下来找弟弟 我们再来看看马基小队这边 在研制隧道前进了不知多久 众人突闻一阵恶臭 随后发现来源于前方一大片果实袋 努哥上前查看 却发现果实袋里有能动的丧尸 可奇怪的是 丧尸不会发出嘶吼 一高人胆大的努哥将果实袋打开 才知原来丧尸已被割喉 众人一度从身 猜想这是否故意设置的陷阱 马基仔细查看现场 推断果实袋的人 有可能在丧尸爆发时被杀 里面甚至还有儿童 眼下急着赶路 这些果实袋里的丧尸又行动受限 清理下来在赶路肯定比绕路更快 于是马基让小队解决丧尸开路 就在众人顺利行动的时候 一个大个子丧尸突然振脱束缚 扑向一个小伙 旁边的尼根立刻上前帮忙 小伙很快得救 尼根却被大个子丧尸缠上 他和丧尸奋力搏斗 马基等人则全程看起没人帮忙 等尼根拼命将丧尸干掉后 终于忍不住怒意斥责马基 说他独断独行 执意走遍布丧尸的隧道 可有没有出口会不会被埋伏都不知道 这样下去很可能全军覆没 自己可不想跟着这样的人送死 所以他要退出 一时间队伍中人心浮动 黑暗最早显得愈加危险 刚刚被席的小伙也表示 要跟着尼根退出 马基的队友也劝他别管尼根 反正也是个拖后腿的 但马基却说 需要熟知地形的尼根做向导 尼根当即反驳他的说法 认为自己被带进队伍 无非是他想找机会宰了他 毕竟在亚历山大社区里 不方便动手 他可不想在这种阴暗的泥坑里死掉 就像格伦一样 这话将马基的悲痛之处狠狠搅动 一旁的弩哥也奋而出手揍翻了尼根 马基忍痛上前 掏出枪 对准尼根的眉心 一句一句地反驳他的妖言惑众 走地道是为了安全抵达目的地 急着赶路是因为社区的孩子们正在挨饿 做首领下命令是因为大家的投票推举 要杀他随时可以 不过现在不想 因为他已经不是六年前的那个女人 身为首领 他需要找到更多物资 守护亚历山大信赖他的人 尼根被其吃得牙口无言 队伍再无杂音 继续前进 可这时他们发现 队伍两个负责携带弹药侠和食物的人不见了 众人猜测两人吓得逃跑 不禁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尼根恼火 但努哥突然嘘声 众人静听才知 后面的隧道出现了大批丧尸 马基当机立断 让一半人在前面清理丧尸并寻找出路 他和另一半人店后阻挡私群 就这样 双头作战之下 他们前进到隧道尽头 一列瘫痪的地铁车厢几乎将路堵死 有人猛力撞击后窗试图逃进车厢 可这根本不是人力所及 剧烈的撞击声在隧道回响 吸引着狮群进攻的步伐更加迅速 努哥见势头不好 让众人爬上车顶穿过隧道 偏偏这时 他的狗受到惊吓钻进了车底缝隙 人狗情深的努哥 匆匆交代自己会在下个站台归队 然后不顾马基的呼喊离开 此时狮群已经非常靠近 等尼根爬上车厢后 守在最后的马基也匆匆跟上 谁知有丧尸感到还拽住了他的腿 马基拼命挣扎 虽然暂时不会被咬 但也无力爬上车顶 这时尼根返回 在车顶上俯视了险向缓身的马基 以及迅速逼近的大批狮群 他深深看了他一眼 然后掉头就走 马基在绝望之下 终于脱离堕入狮群 至此本机结束 遭遇绝境的马基究竟是生是死 擅自离队的努哥 能否平安找回爱犬 身处险境的油精的人 又能否逃出生天 这些谜团只能等第二集上映 才能解开 再次准备